一提到鳄鱼,首先想到的便是那凶神恶煞的模样 作为水中的霸主,基本上草原上的动物见到它都闻风丧胆,绕道而行 然而今天这条鳄鱼却颠覆了我们对鳄鱼一贯的看法 到底是什么样的鳄鱼呢?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,咱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原来这是一条没有上鳄的鳄鱼,它看起来十分的温顺 由于自身的缺陷,在救助队的帮助下它被带到动物园里生活 在动物园里鳄鱼不用为了寻找食物而烦恼 只需要坐等着投食就可以了 此时的它张大着嘴巴等着饲养员喂食 在经过多次的训练后,鳄鱼已经能够熟练地接住饲养员投放的各种食物 由于没有上鳄的遮挡,可以明显地看出它裸露在外面的舌头已经被晒得漆黑 完全没有以往那种霸气侧漏的威风了 每次最享受的时候便是鳄鱼等着饲养员投食的时候 一看到饲养员靠近,它就迫不及待地张大嘴巴索要食物 作为食肉动物的鳄鱼来说,每顿饭必不可少的那肯定就是肉了 只见饲养员将一大团的瘦肉拿在手里不停地搓着 揉好之后便开始给鳄鱼喂食 它一点点地将食物扔给鳄鱼 虽然鳄鱼没了上鳄,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干饭 每一次都能熟练地接住食物 它和饲养员之间已经配合得相当默契 中途饲养员还不忘抚摸它的头部安抚那焦躁的情绪 一阵安抚过后,又开始喂食 直到食物全部喂完为止 每进食一会饲养员都要安抚一下鳄鱼 不得不说这条鳄鱼在饲养员的训练下 已经变得毫无猛兽的兴致 像极了一个乖顺的孩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